提到许世友的名字 了解他的人都知道 这是一位作战凶猛 脾气暴躁的将领 在当时的红军队伍中 凭借着一身的少林寺本领 再加上嗜酒如命的爱好 几乎是没有人可以和许世友相提并论 但是后来一位女子加入了红军 在许世友最为得意的功夫和酒量两个方面 样样都胜过了许世友 并且许世友还甘拜下风 心服口服 究竟这位打退许世友的女将是谁 又有着怎样的一身本领呢 今天老言就来带大家了解一下 正题开始之前 新来的朋友别忘了点点关注 这样既方便回顾往期内容 又不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 1933年10月 穿闪革命根据地的一片空地上 开展了一场比武比赛 对战的双方一边是虎背熊腰的大汉 一边是长相清秀的女子 只见这名大汉使出一招少林拳 虎虎身风 但是被这名女子轻巧地闪过 顺势一掌打在了大汉的脑门上 围观的红军们看见 纷纷鼓掌叫好 甚至有人冲着这名大汉喊话 许和尚 你输了 没错 对战的这名大汉 正是大名鼎鼎的许氏友 而这名打败许氏友的女子 是一位名叫何子友的女红军 1913年 何子友出生在四川省 沧溪县回龙场的一户农民家庭 从小家里生活条件就十分艰苦 自古以来 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 生在贫苦百姓家的何子友 在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帮助家里干农活 做家务 经过长期的锻炼 身形看起来也比同龄的小姑娘要强壮一些 后来在经济的介绍之下 何子友来到了苍溪县城的警务全房做擒杂工 这个时候的何子友才十岁 虽然父母于心不忍 但是为了糊口 为了一家人能够活下去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何子友年纪轻轻也十分懂事 甚至还反过来安慰父母 说自己可以干得来这份活 于是就这样 何子友来到了武馆 开始了打杂的生活 武馆的老板本以为来的是一位男娃子 看见何子友之后 明显地表现出来了失望 有眼力见的何子友 立刻就拿起扫板 二话不说开始干起了活 看见何子友如此勤快 武馆老板也不好再说些什么 就这样何子友就勉强被留了下来 其实警务全房 不单单是一间名不见经传的小全房 在当时已经是有了几百年的历史了 中间更是经历过兴衰 1923年何子友去到警务全房的时候 正值全房的鼎盛时期 在四川省内都有着不小的名气 当时官僚世家的一些保镖 标师等都有在警务全房习武学习 武馆的总教席是声名赫赫的李德元 可以说是一位绝世打拳高手 李德元有一个女儿和何子友的年龄相仿 在拳馆的时候 两人经常在一起玩耍 久而久之 李德元自然也就知道了自己女儿的这位好朋友 通过观察 李德元发现 何子友虽然身子看起来强壮 但因为平时的营养跟不上 身体素质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 于是面对这个和自己女儿差不多年纪的何子友 李德元开始生出侧瘾之心 将何子友收为了自己的异女 不仅在生活上给予其关照 还带着何子友开始了习武 平日里只有在旁边看着别人打拳的份 如今自己成为李德元的徒弟 何子友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 从此之后 何子友就跟在李德元身后 从基本功开始一点点学习 后来一直到各种武艺 在何子友15岁那年 李德元将自己的看家本领排五读手法交给了他 至此李德元将自己的毕生所学都交给了何子友 不仅由李德元的倾囊相授 平日里何子友也是勤奋练习 时间久了 何子友也就练就了一身了不起的武功 后来甚至接任了太和门第十二代传人 这对于当时的何子友来说 从一名武馆打杂 最后变成了武当的传人 实在是不敢想象这是自己的人生 但也就是在何子友跟着李德元习武的这段时间 何子友的父亲遭遇了不测 自从何子友去到武馆之后 何子友父母就嘱咐他 跟着师父要专心学习 没有什么事情可以不用回家 但是有一天 正当何子友在院子里专心练习武术的时候 老家的童宗叔父来到了武馆 叔父来了之后没有直接找到何子友 而是先去见了李德元 在说明了来意之后 李德元赶紧找到了在练功的何子友 告诉他 你叔父过来说 你母亲想让你回家一趟 你回去看看 一定要注意安全 听到师父这样的嘱咐之后 何子友心中生起一种不祥的预感 母亲向来不会是那种无缘无故 会喊自己回家的人 如今专门派叔父过来 肯定是家里出了什么事情 于是何子友不敢耽搁 跟着叔父赶紧回到了家中 何子友一进家门 只见家里挂着白布 而母亲在众人的搀扶之下 已经气不成声了 何子友在这一刻才明白 家里发生了什么事情 原来在红军解放苍兮之后 父亲担任了乡苏维埃主席 因此也遭到了反动派的残忍杀害 看着母亲撕心裂肺的哭声 何子友攥紧了拳头 眼泪在眼眶里直打转 心里暗暗发誓 一定要为父亲报仇血恨 能为父亲报仇的方式 在何子友看来 只有是加入红军了 但是红军的行踪向来隐蔽 想要找到红军 对何子友来说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在何子友20岁生日那天 他正在拳馆练习 这次又从家里来了口信 说是家里出了事情 让他回家一趟 历史总是那么惊人的相似 已经有过一次不好体验的何子友 心里十分忐忑 当时知道消息的时候 天已经黑了 但是何子友心里一直不安 怎么也没有办法待到第二天早上 于是趁着夜色 何子友来到了家里 回到家之后 心里的石头这才算是落了地 原来是地下党组织的同志们 来到了何子友的家里 想要发展他从事情报工作 这正合了何子友的意 二话不说何子友就同意了 就这样 何子友成为了沧溪游击队中的一员 开始了自己的革命事业 之后没过多久 何子友所在的游击队就被红军收编了 何子友也就成为了妇女独立团中的一员 在红军的战斗中 何子友不仅单挑过土匪头子 更是拳打马家军 被士兵们称为是合铁拳 早在红军渡过某个山口的时候 遇到了当地的土匪黑漆 这个人之前学过武术 在附近是出了名的不好惹 他也知道 如果真刀真枪的和红军进行较量 那么自己肯定不占优势 于是便提出比武 如果红军中没人可以打得过他 那么就得留下买路财 何子友听完直接站了出来 和黑漆紧紧交战了几个回合 就已经将其打下了马 在道上混就得延出必行 于是这位土匪头子 也不敢再拦红军的路 就这样红军没有损耗一兵一卒 就打通了前进道路 不仅如此 在后来红军进入到甘南地区的时候 何子友带着几个女排的士兵 为了看护伤员 走在队伍的最后面 但是没想到却被马家军看见了 马家军看似几个女兵 于是就疯狂地对其实施了围追堵截 在被敌人围困之后 何子友直接就冲着围守的敌人过去 一拳将他的战马打倒在地 围守的马家军因此也就滚了出去 其余几个剑撞就赶紧四散逃开了 渐渐的 何子友在红军中的名号 也传到了许世友的耳朵里 对于这位也是习武之人的女子 许世友很早就想见上一面 两个人其实有着相同的经历 许世友小的时候 也是出生在河南信阳的一户农民家里 八岁的时候就跟着一位高僧 开始了习武打杂的生活 后来也是经过努力 渐渐收获了一身的本领 据说当年在少林寺比武中 许世友获得过冠军 在红军中 很多人也都将许世友 比作是没有剃度出家的和尚 人送外号许和尚 可以说在红军中论武功 如果许世友敢称第二 那么就没有人敢当第一 两个习武之人一见面 就少不了比试 于是就有了开篇两人的较量 有人说是因为许世友没用力 何子友才赢了 但是不管怎样 何子友成了第一个打败许世友的人 两个人从这之后也就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经常约在一起喝酒 那个时候红军队伍里都知道 许世友在喝酒上有一位喝不过的女人 就是何子友 两人如此好的交情 也会有人好奇 为什么最后没能走到一起 如果当时两人都是单身的话 也许是有可能的 可是在那个时候 何子友已经有了丈夫周子坤 虽然何子友看起来有些虎背熊腰 但是长得很标致 端庄漂亮 因为习武的缘故外号合铁拳 使得红军里很多男同志都有点害怕何子友 更是戏称没人敢娶何子友 但偏偏就有不怕死的 他就是红一方面军周子坤 周子坤出生在广西省桂林 是共产党中重要的一名领导人 在大革命时期 周子坤在夜挺独立团中担任过营长 后来参加南昌起义 再后来跟随着部队来到了井冈山 更是先后担任了很多重要的职务 受到了毛主席的重视 因为常年在部队中 将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作战中 使得周子坤一直没有时间 好好的去考虑自己的个人问题 这让部队里的政委何长弓 也为周子坤开始操起了心 决定要帮周子坤物色一个好人选 当时正好何长弓也被调到了四方面军 在后来组成左路军的时候 妇女独立团被划分到了何长弓的手下 这就为何长弓为周子坤物色人选 提供了不少方便 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之后 何长弓发现 何自有不仅人长得漂亮 而且在战场上十分勇敢 会武功 和周子坤简直就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在这之后何长弓开始了撮合的工作 经常给何自有安排一些需要向周子坤汇报的工作 当时的周子坤时任一局局长 负责红军的保卫工作 于是何长弓就安排何自有前去打探情况 这样一来 何自有每天都需要向周子坤汇报工作 有一次周子坤带着几个战士前去查看敌情 正好与敌人正面碰上了 对方有二十几个人 见周子坤这边只有五六个人 于是便直接骑马冲了上来 但就在这时 何自有直接一拳打在了敌人战马的腹部 将敌人的战马打翻 敌人摔了下来 紧接着何自有一脚踩在了地上的敌人身上 敌人一动不能动 其余人见状赶紧逃走了 这件事情之后 周子坤便对何自有产生了好奇心 通过后来何长公的讲述 周子坤对何自有之前的经历又有了了解 这样一来 周子坤打心眼里佩服这个姑娘 于是就这样 两人在一来一回之间 开始慢慢有了情谊 1937年秋 何自有和周子坤正式结为了夫妇 毛主席和周总理在婚礼上 都亲自发表了讲话 来参加何自有婚礼的领导中 就属许世有笑得厉害 别人问到其原因的时候 许世有笑着感慨道 还是老周厉害 不怕死 婚后 何自有和周子坤两个人十分恩爱 后来两个人有了一个女儿 抗战爆发之后 何自有跟随周子坤来到了晚南 1941年1月4日 国民党反动派制造了正经中外的晚南事变 周子坤在这次事件中被残忍杀害 这个时候的何自有还怀有身孕 在得知丈夫去世的消息之后 何自有表现出了一位革命战士的坚强 表示会继续革命事业 在他和丈夫的第二个孩子诞生之后 很多人都劝何自有可以再找一个伴侣 但是何自有都拒绝了 怀着对丈夫的深深爱意 何自有独自一人走到了生命的终点 2016年2月22日 何自有在南京去世 享年103岁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欢迎各位朋友在留言区留下您的宝贵意见 喜欢本期视频的朋友也可以给老言点点关注 感谢您的观看 咱们下期再见